如果大家喜歡這集的內容 大家記得訂閱、按讚和按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一集的內容 大家好,今集I'm More Crystal 會和大家說五號牌 這張牌是一張較難去理解的一張牌 所以今天我會花多一點時間 和大家解釋這張牌 究竟是怎樣去解法 其實這張牌的意思其實有很多種說法 綜合來講,我都研究了這麼久 其實都給大家一個考慮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這張牌的意思是 比皇帝牌更有能力 它的變動性會更高 也有些人會形容它是一張較為恐怖的牌 當然也要看看是甚麼環境 你問些甚麼才能決定 而我講回之前 皇帝牌我們經常都說 皇帝牌是在一個高在上的位置 只有它去命令人 人就去聽從它的意思去做 是比較難有變動的牌 但是宗教牌可以改變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為甚麼呢? 首先第一,我們經常都說 人都會因為很多的想法 或者很相信某一些事情 就會產生一個我們經常都說的 叫做執念 而當他相信了這個執念和某些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很容易出現了一個比較難搞的情況 就是甚麼呢? 會向著那個方向走 會向著那個方向去進發 不顧一切 甚至乎我們說的 說得不好聽 叫做盲目去跟從 其實在古代的宗教來說 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古代的宗教 他會提供一些某一些信仰 或者一些存在的人物 令到他相信這件事 向著這個方向去走 譬如好像我現在 你看到我手上這張宗教牌 看見到它有兩個隨從嗎? 即是說這張牌 這個宗教的人物 或者這個人 這個主角 其實有很多跟隨它的人 這一種就會令到 跟隨他的人 就會變得很麻木 麻木說 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覺得不太好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由於他相信這個人 他跟隨這個人 所以這個人說的 任何每一句的說話 做每一個行為 他都是非常相信 甚至乎 你要他做 他一定會做 是的 OK 那說的是一個叫做 信念 不是好像皇帝牌 一個名寧 大家都知道 其實你看到現在 很多世界各地 很多宗教 信仰 教宗 等等 都是因為我們的信念 是因為相信 對 相信這件事 而去走 是的 所以 信仰信念 是可以 改變整個人生 所以他為什麼會比皇帝牌的力量更加厲害 但是也反映到一件事 由於因為是這樣 所以 命運就會被這件事 去鎖住和定了案 令到你無法 去逃脫現在這種狀況 是的 所以他可以形容很多不同的東西 不只是信仰 或者相信那件事 或者他相信那個人 等等 所以 這個位置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的 因此 如果抽到這副牌的時候 亦都代表著 如果你問某一件事 可不可以 改變的話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不可以的 是的 因為這副牌 說明 是 你很相信某一件事 而不去改變 是的 亦都極度難去改變 但當你去問一條問題 是關於我遇到一些問題 我現在應該用什麼的方法 去尋求一些協助 或者解決 這副牌反而 出來的結果 是一副好牌 為什麼呢 因為它說的是一些 影響力很高深的人 例如 如果你是在讀書的 即是說 出了這副牌 即是說 有些人會主動幫你 或者去教你 甚至指導你 甚至乎我們可以調轉 咦 這副牌一出了 即是說 你要找一些人 去幫你 是的 去幫你 去處理你的學業問題 那其實這一副牌 這樣出了 是非常之容易明白 和會比較通訊 OK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這副牌 雖然它很有power 會比皇帝更加厲害 但是這副牌 不一定是全壞的 是的 我們經常都說 正牌 不一定是最好 也不一定是最壞的 那視乎你是怎樣去解這副牌 以及你前面後面 究竟是出了些什麼牌 但是我們經常都說 人很有趣的 人如果一沒有了信仰 沒有了一些他相信的東西 或者信念的話 其實人就會變得很脆弱 萬一有什麼起事上來的話 其實說真的 不堪一驚 甚至乎遇到一些事情 會更加崩潰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人相信這件事的力量 其實是可以很強大的 足以大大 可以去改變整件事 是的 這樣 所以出了這副宗教牌的時候 大家就要記住 你究竟在問什麼問題 是的 能不能夠改變 是的 這樣 當然 如果要問回 在愛情那方面的話 其實這副宗教牌 其實是講一個叫做 無私的大愛 即是說 這個人的感情非常之豐富 是的 亦都是一個無私的大愛 如果那個是你的另一半 那你就可以非常之放心了 是的 至於呢 如果說金錢那方面 由於因為呢 它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裡面 是的 即是說這個人 可能跟工作是跟錢有關 甚至乎呢 他是不愁無錢的 是的 如果說在事業那方面 那怎樣去理解呢 更簡單 事業那方面就是說 這個人呢 是絕對有能力去排除萬難 解決任何一些超高難度的問題 是的 即是說這個人呢 如果他是在什麼行業裏面做事都好 其實呢 他的能力是非常之強 是的 OK 那所以呢 如果說這幾樣東西的話 那 其實是很容易通得出來的 那當然啦 如果身心靈的方面 就是說這個人呢 他對其他人的影響性呢 是非常之巨大 而如果你相信這個人的時候呢 要去改變你自己的思維呢 亦都是非常之困難的 是的 那這一個位呢 希望大家 我今集跟大家講的時候 大家會比較容易理解 和去明白 是的 那今集的時間又到了 那呢 希望下集呢 又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下一張的牌了 是的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段影片的話呢 那記得呢 Subscribe Like 分享給朋友知道 那呢 還有記得呢 按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每一集的 搞學的啦 多謝了